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突破了传统框架 成为一个比较能够反映体验 现代人的情感思想生活的一个新的形式 是从鲁信开始的 这个鲁信呢 1918年发表《行人日记》 后来又发表了 律序发表了很多小说 但鲁信当时它是一枝独秀 普遍的水平呢 还是比较低的 整个现代小说的成熟有个过程 是吧 有个过程 五四时期呢 是现代小说的肯多的阶段 就刚开始的阶段 比较幼稚 但是有它的特点 有不可重复之美 现在我们普遍都很成熟了 不一定在有很多时期 那种童年时期的气息 五四时期带有一种童年 青年时期的那种气息 不可重复之美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 有很多宣区者都参议过 关于新的小说应该怎么写的讨论 但当时的事件呢 意思是跟不上的 大概当时只有一个鲁信 就提供了一个比较高质量的一些作品 从1917到1919年 几乎没有出色的小说出现 一直到1924年左右 除了鲁信之外 现代小说的作家才开始出现 但数量还是很少的 1919年下半年之前 写小说的不到十个人 1919年下半年之前 我这里说的是现代小说 是用白话文 用新的形式写的小说 当时比较重要的宽物 一个是新青年 还有一个是新潮 新潮是北大学生的宽物 罗嘉伦他们办的 这个杂志除了刊载新闻学的作品 特别是小说 是宽载的比较多的 在上面发表作品的很多是学生 很像年轻的教研 像罗嘉伦 叶胜桑 叶平博 都在新潮上面发表作品 1919年下半年到21年 写小说的人 逐渐的多了一点 但主要是模仿者比较多 模仿什么呢 模仿外国小说 是吧 那时候翻译的小说 倒是很多的 翻译的小说 有两个外国的小说家 翻译的最多 也模仿的最多 这两个是谁 一个是摸波商 一个是弃科夫 还有一个原因 就引起大家写小说的兴趣 就是五四思想解放 讨论问题的风气大盛 到处都在讨论问题 好像无论什么问题 人们突然都有探究的兴趣 包括什么国家民族的问题 人生价值问题 婚姻问题 恋爱问题 家庭问题 劳工问题 当时都在热烈的讨论 那么到了1922年 五四开始从高潮走向低潮了 是吧 人们都变得比较冷静了 当时北京 天津 一些大学里边 律系 这个大学的周围 律系来了很多年轻人 向往新文化运动 所以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流派 叫做乡土小说流派 这个和乡土小说同时兴起的 还有另外一派 叫做创造社的流派 他们是从日本回来的海龟派 一个就刚才说了 从乡下来的 另外一个从日本回来海龟派 创造社 包括郁达夫 等下要重点讲的 郭沫若 田汉 陈访吾等等 他们也开始写小说 所以两派之间 发生一些争执 这些争执在文学里面 是有体现的 文学研究会 虽然也倾向于现实主义的 创造宗旨 但他们比较分散 比较分散 创造的倾向不太同意 创造社不一样 创造是 创造的倾向是相对集中的 都是倾向于浪漫主义 抒情 所以在小说方面 就出现了所谓 自续传 或者是自我小说 表现过性解放的要求 采用浪漫主义的手法 这是一个轮廓性的了解 为了帮助大家 有个大致了解 我们教材里面 可以参考 刚才讲的是一个轮廓 从问题小说 到乡土小说 到革命小说 还有一些心理小说 问题小说出现在 1919年下半年到1922年左右 这正是五四运动时期 这个问题小说 大家注意 它不是一个流派 是一种创作的潮流 这个潮流的新奇 和五四提倡启蒙主义 是有关系的 当时提倡 个性解放 形成了所谓 反梦的时期 和思考的一代 这个五四时期 因为个性解放 觉醒了 大家就要思考 就要探究 人生究竟 所以有些问题 不容易弄清楚 好像个性解放 就无处安放 这样的反梦 所以当时报刊上 经常都讨论各种问题 所以时代的这种潮流 促进了创作 出现了这个问题小说 大家都喜欢探讨问题 甚至关注 行而上的问题 这是带有那个时代的 青春期的一个特点 年轻人有时候 喜欢探究问题 这是一个原因 时代的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外来刺激 外来思想的影响 当时问题小说中 经常出现的一些 国难问题 妇女问题 教育问题 劳工问题 爱情问题 人生观问题 都是问题 就带来了问题小说 创造的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理性化 就是说很注重思想的探求 讨论 甚至哲学层面的讨论 这些作品呢 就具有一定的思想性 但是多数作品 都是概念化的 都是很粗糙的 很少像鲁信的小说那样 虽然也探讨问题 但对问题的探讨 是通过作家的体验 是吧 他个人的体验 用形象 或独特的形式 表现出来 当时问题小说 普遍的达不到这种效果 都是比较肤浅 从问题若蜀 构设一个故事 目的呢 就是表现对问题的看法 就这样有点概念化 是吧 记忆解决问题 艺术性是比较差的 但是这样一些 水平不是很好的小说 概念化的小说 当时的影响非常大 为什么 是吧 是因为它触及了 当时年轻人 关心的问题 这样的小说啊 在中国古代 从来没有过 传统小说没有 古代小说 都比较注重教化 而不是提出问题 可见呢 一个作品的流行 它是有多种原因的 是吧 艺术性高或者低 不是小说流行 不流行的唯一的原因 有时候一些非文学的因素 也可能促使一些 作品的流行 在现代社会中啊 也是 创销书 不见得有多高的质量 是吧 它是有多种原因促成的 当然现在呢 又加上一个商业化的炒作 有时候呢 也不怎么叠的小说 这个作品 也可能会流行起来 首先我们找到 冰姓大姐 冰姓 她八九岁的时候啊 冰姓到了八九十岁的时候 大家还称她为大姐 也是很亲切的 在中学阶段 大家学过一些她的作品 已经领略过 冰姓的一些很美的文字 是吧 怎么美呢 清纯之美 天真的风至 这个 现在很难重复 现在在找人写冰姓这样的作品 很难了 冰姓的家庭出身是非常开明的一个军官的 海军军官的家庭 从小速到的教育 是比较好的 是处在一种爱的包围中 是吧 要长大的 这一点呢 跟以后我们要讲到的张爱玲 很不一样 是吧 张爱玲是另外一种味道 也跟她的童年生活有关 这个冰姓呢 写小说的时候 十九岁 大学生 她自己说是五四的春雷 把她镇上文坛 是吧 她是一个很内敛的 内向的 很纯的一个女孩 但五四呢 这个也对她有很多的影响 作为一个学生啊 她虽然受到五四的影响 但她很少接触到社会啊 这种涉事未深的学生 所以她的作品呢 有五四的特点 也有学生习作的那种特点 那么冰姓当时 为什么要写小说呢 她因为她读了很多的书 什么书都读 托尔斯泰 泰克尔 罗素 杜威啊 有文学 有哲学 她读了以后很兴奋 但是又一知半解 是吧 她就试着用小说来表达 自己的愿望 所以一写呢 就写了好多篇 开始呢 抱着试试看的写法 并非要当作家吧 都是学生题材 都是写家庭 当时也触及到一些社会问题 过被篇章呢 也写到社会上一些人 但主要就是写学生 学生题材 所以冰姓的作品在五四时期 是很有代表性的 主要 代表什么呢 表现为 亲浅 还有一个 烂情 就是感情的表述啊 有时候不受节制 亲浅 五四时期的年轻人呢 刚刚摆脱了 旧的道德的束缚 对未来呢 都充满希望 他们那时候的情绪呢 是发泄 是任意的 难怪后来梁世秋 批评说 五四啊 这是浪漫主义 是一种病啊 冰姓呢 虽然也是烂情 就好像说起来就不太好听啊 但他的和流行的那种 任意宣泄的那种作品呢 还不太一样 冰姓呢 是一种小女孩式的那种烂情 是吧 诸如 星星啊 月亮啊 母爱啊 小花啊 小草啊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小资调 是吧 小资产阶级情调 他总是那样迷恋的 但未免有点亲浅啊 但是这种亲浅 不要人家讨厌 人的成长大概都是要有这么一段过程 亲浅 又是烂情呢 是吧 特别是女孩子 五四呢 是属于社会的青春期 那冰姓的出现呢 正好满足了一部分的心理需求 是吧 所以鲁姓的作品 这个冰姓的作品呢 并不深刻 当时的深刻是在鲁姓那一端 冰姓并不深刻 冰姓的读者呢 但是更多 甚至比鲁姓很多 他的作品呢 不会给你大的震动 大的感肥 但是你会觉得很美 很青春 很天真 很幼稚 但是有一种幼稚之美 是吧 作为艳大的学生的冰姓呢 他自己当然不满意啊 是吧 他也力图要深刻 他也写过一些 要表现社会底层极苦的作品 但是他始终深刻不来啊 所以我看啊 青春文章好就好在这里 现在我们看起来很幼稚 很爽感 很女孩化 女性化 但带有那个特殊的年代的特点 冰姓的小说啊 这个不如他的散文写的好 像他的记小读者 是影响了一代人 但他的小说呢 也和散文一样 曾经拥有大量的读者 超人 就是有代表性的一篇问题小说 超人 发表于1921年 这个时期啊 学生运动已经进入了疲劳期 小说写一个年轻人呢 叫何彬 彬彬有礼的彬 是一个冷心肠的人 泥群树鸡啊 终日躲在自己房子里面读书 读什么 读哲学 读理睬 越读越寂寞 就把自己呢 想象成一个很深刻 看破缝尘 这样一个人 其实年轻人嘛 是吧 这个实际上啊 这个人现在看来是有点 轻度的忧郁症 自闭症 这样一个人 但毕竟年轻嘛 不可能完全超越 他潜意识里面 还有对爱的某些口望 所以冰心呢 这个所有的作品都离不开 爱这个字啊 他从来 只不过呢 他从来不写恋爱啊 不写异性之爱 他自写普遍的爱 这冰 这个超人呢 就是写这个爱 写潜伏在内心深处的那种爱 怎么被焕发出来的一个故事 是吧 这个和冰 这个冷漠的书呆子 跟卧一介不发生任何接触 他除了有时候送信的邮差来的时候 他这个招呼一下 跟别人不发生关系啊 把自己隔绝起来 所谓超人嘛 但是不料有一件事呢 突然打破了他的生活的轨道 是吧 他就是就是什么事呢 他的用人呢 孩子 用人的孩子摔伤了腿 晚上啼酷不断 引起了他的注意 就让他呢 有了一件同情心 就给用人的钱 为孩子这个治疗 他这个伤腿 这个有一天呢 孩子突然上门来了 是吧 就给他送来的花 表示感动 感谢他的帮助啊 作品呢 就这个我们可以自己回去看 这故事写 现在看起来不太真实啊 那个情节不太真实 但他表现的理念是很清楚的 就是说爱 作为人性的爱是天然的 本真的 是吧 那正呢 爱正分明 正呢 就是矫情的 是外加的 爱是本然的 是吧 像河滨这样的人 是吧 那么冷冷漠的一个人 被外界的观念所扭去了 所遮蔽了他的爱心 完全快要重新焕发出来 所谓反扑归真嘛 是吧 我们注意啊 这里讲的爱和古代 讲那个真悲长幼之爱 是不同的 它是一个普遍的人性之爱 就带有一种现代的特点 这篇小说之所以 这个写的其实很概念化啊 能够当时引起大的反响 为什么 跟其中表现的一种人道之爱啊 是有关系的 古代没有这样表现的方式 在五世的落潮时期 青年人都从普遍的旧事 变为有点悲观厌世 从旧事啊 变为厌世 当时很多青年人都迷恋 四季末的那种思潮 像刚才说的 河滨多的那种尼采啊 树本华啊等等 是吧 那么超人呢 就这小说呢 就把握了当时青年人 这个脉搏 是吧 所以这个艺术上本来很幼稚的小说 当时能够拥有广大的读者 产生很大的反响 这个冰心小说的结构啊 比较单一 这个都是情细结构 不是铺张啊 他的但是他的语言呢 非常轻力 婉悦 他说他的文字呢 略微带有点文白夹杂 文白杂柔啊 有点文有点白 俗情的意味比较浓 是所谓的学生腔 是吧 也所谓的新文艺腔 这形成了所谓的冰心体 所以读冰心的时候啊 有时候感觉呢 这个读得很清纯的童话啊 不是很现实的 那个五四的青年 五四的读者 他们需要冰心 需要这样的童话 这是一个作家 冰心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都可以说